男人把手放在背后 让上帝猜他伸出了几根手指 上帝说七根 老金立即收起两根 想让上帝难堪 可仔细一看 他手上竟有七根手指 正当老金一脸懵逼时 上帝居然让他接替自己 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力 老金吓得转头就跑 一脚踩在水坑上 居然没有沾湿鞋子 他现在只想尽快离开 可汽车却半天打不着 汽车竟立马发动起来 老金不敢相信 于是来到餐馆试验一下 他想用意念来操控物体 只见他摊开双手 番茄汤立即翻滚起来 周围瞬间狂风骤起 番茄汤竟然真的分成两半 老金终于相信自己拥有了神力 他现在成为了上帝 连走路都带着风 双手一指 消防栓秒变喷泉 凡是他看中的衣服 只需闭上双眼 就立即穿在了他身上 再随手一点把吊牌烧断 老金很享受这种开挂的人生 突然遇见曾经欺负过他的小混混 他拽拽地走过去 让混混给他道歉 结果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 光头混混说 如果我屁股里能钻出猴子 那我就向你道歉 话音刚落 光头就感觉不对劲 故当里真的窜出一只猴子 吓得手下连忙逃命 老金大嘴一张 吐出无数只飞虫 小混混被咬得四处逃窜 接着他告诉猴子 从哪来就到哪去 于是光头再次悲剧 老金跑到高处召唤雷电 为自己成为上帝疯狂庆祝 然而在一天前 他还只是个充满负能量的Luther 上班总是遇到堵车迟到 最终被公司炒鱿鱼 接着又被一群混混欺负 晚上开车时又撞上了路灯 车子直接报废 老金气得直跺脚 他不明白 为什么倒霉的事 总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扬言要炒上帝的鱿鱼 结果第二天 他就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要给他一份高薪工作 老金立即赶到大楼 可他刚下车 没走几步就踩到水坑 等他上楼才发现 面试他的人正是上帝 也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让他成为了代理上帝 老金的开挂人生 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他要夺回自己的好运 男人被上帝赐以神力 然后他让宠物狗 自己站着上厕所 还学会了出马桶 以前的破车 已经配不上他了 启动后 立即变成高级跑车 就算路上堵车 只要他双手轻轻一滑 所有汽车立刻让倒 接下来他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发生大事 先是警犬找到一具神秘尸体 在采访时 天上突然掉下小行星 凭借各种独家新闻 老金成为了公司王牌主持人 接下来他要报复 用神力整骨之前 嘲笑他的对手 让他在直播时 无法正常说话 主持人当众出丑 老金非常满足 之后 老金回家送给女友一朵鲜花 抹掉天上的所有乌云 嫌月亮不够大 直接将月亮拉到窗前 再来几颗闪亮的星星点缀 在浪漫的气氛下 两人唱起了难忘经销 然而就在他和女友吃烛光晚餐时 突然耳边传来奇怪的声音 让他非常痛苦 老金突然被传送到珠峰上 他再次见到了上帝 赶紧问那些噪音是什么 上帝反问他拿到神力后 帮助过多少人 老金哑口无言 上帝告诉他 那些噪音正是人们的祈祷声 你不帮助他们 他们还会继续祈祷 于是老金决定帮助所有人实现愿望 他把愿望进行分类管理 做成了一个个便利贴 然而实在太多了 他又把愿望装进电脑软件 可他一看懵了 竟然有一百万条 接着他一条条的处理 慢慢的老金开始崩溃了 他直接把所有愿望全部选择同意 然后兴高采烈地去参加舞会 玩得不亦乐乎 这时一个美女过来搭讪 却恰好被女友撞见 男人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力 却被女友给甩了 他便用神力来花式求原谅 女友出去跑步 路边树上全刻着道歉 女友去买咖啡 电视都在显示原谅他 就连天上的大雁都在帮他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由于之前同意了所有愿望 人人都中了彩票投奖 可每个人却只能分到几毛钱 他们纷纷上街反抗 到处打杂破坏 一时间城市乱作一团 甚至因为老金滥用神力 导致全球灾害频发 出现大规模停电 老金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赶紧找到上帝帮忙 但上帝却说 能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 往往不是上帝 而是他们自己 他关掉了愿望软件 决定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 看见路上有车抛锚 他就上前帮人推车 又找到之前有过节的同事 主动握手言和 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唯独女友还没回来 老金打开电脑搜索女友的祈祷 发现女友之前的每一个祈祷 都是希望自己振作起来 他又闪现来到女友窗前 却发现女友还在伤心痛哭 祈祷上帝让他忘记自己 听完老金伤心欲绝 他跪在马路中间 此时他已经不想再做上帝 突然一道白光照下来 老金以为是上帝显灵 但却是一辆火吹迎面撞 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上了天堂 上帝说可以帮他实现一个愿望 可他并没有许愿让自己复活 而是希望女友 找到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上帝笑着答应了 然后用力一推 老金重新活了过来 遍体鳞伤地躺在医院 病床边的女友一把抱住了他 此刻他也明白过来 能创造奇迹的 其实是人们自己 而不是万能的上帝 拥有神力 虽然能带来开挂的人生 但却不能得到真心的爱情 猫君在这问下大家 如果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你最想许下什么愿望吗 关注猫君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